听众朋友们,在现代社会当中,为什么很多人的德性越来越缺少? 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不知道自爱? 人人都说我很爱生命,知道生命是非常可贵的。 父母亲给了我们这个肉体,我们又有了这个灵魂, 组合成一个人的身体。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能够让自己来爱护好, 天天抽烟喝酒,天天虚度年华, 又有很多人天天在做坏事, 做的这些事对人对己都是不利的, 但是他天天在做。 所以人的道德越来越沦丧。 所以我们说,人如果不讲信义, 如果人道德的沦丧, 才会出现了一些不是人所应该做的事情。 这就是人的德性现在变得越来越差。 为什么我们经常要说,学做一个人不容易? 因为人成即佛成,你做人做得不像人, 你更何谈去学佛呢? 台长跟大家讲, 无论如何,我们要爱护好自己。 我们天天说要爱护生命, 我们天天都在抽烟, 明明知道喝酒会伤肝,抽烟会伤肺, 我们还要这么做。 明明知道今天出去比赛, 摩托车说不定哪天就回不来了, 但是他还要去争斗好强。 实际上, 这些人就是因为心存邪念, 而这个邪是人间之邪, 这个邪就是没有智慧的意念, 所以称之为邪。 在佛法当中, 称之为邪思邪念, 也就是说, 无正的思维, 不正确的念头, 就成为邪念。 在这里跟大家举个例子, 你要说帮助人家, 如果是用正常的心理去帮助人家, 那就是正思正念。 如果你用想占有人家, 或者想得到人家的回报, 用这种方法你去帮助人家, 那实际上, 那实际上这也是偏邪的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开邪念, 存在成心, 我们在人间为什么要修戒定慧呢? 戒是什么? 就是要自己守戒律。 守戒律是什么呢? 就是一定要碰到不好的事情不能做, 碰到不应该看的不应该看, 碰到不能做的事情不做, 不该说的就不说, 这叫戒。 我们在人间如果一个人不能戒的话, 就会出大事情。 比方说, 喝酒, 你要守戒, 你就不会喝得太多, 不会醉, 不会闯车祸, 对不对? 你在家里也好, 跟孩子交往也好, 跟自己亲人交往也好, 如果你能守戒律, 不去贪人家的, 你就会能得到家里人对你的尊敬和爱戴。 如果你整天想着, 我要去贪这个, 我要去占这个便宜, 很多父母亲利用小孩子, 也可以做很多事情, 这也叫贪呢。 而很多的孩子要利用父母亲, 因为你是我的父母亲, 你就必须为我做什么事情, 这也叫贪呢。 所以贪嗔痴, 要用戒定慧来去除啊, 要定得下来, 心要定得下来, 人的身体才会好, 要长智慧, 这个人才不会在人间做错事情。 所以不能贪嗔痴, 要戒定慧啊。 所以, 我们必须在人间, 要断掉贪嗔痴, 这样的话呢, 才能修德修福啊。 因为人的德, 性, 是靠你戒定慧, 和断掉你贪嗔痴, 所得来的。 你天天在贪这个, 贪那个, 今天想要这个, 明天想要那个, 实际上, 你就是没有德行。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, 要懂得吃亏啊, 整天想着占人家便宜的人, 那就是小人啊, 整天懂得吃亏的人, 他就是圣人啊, 所以一贪, 一舍, 就能看出你的德行。 所以我们, 教育孩子, 和做人都要修德呀。 德, 是一个学佛的基本点, 也是学佛的一个基础。 如果这个人连基本的德行都没有, 这个人是修不好佛的。 这个人也学不好菩萨的。 所以, 自己要知知不倦地努力学习, 要启发性地学习修习自己的德行, 努力地修持, 经常地检讨自己有没有做到, 这是非常重要的。 如果一个人能够经常地检点自己的行为, 那这个人一定会成佛。 而同样, 一个人, 如果不知道自己每天做的事情, 也不知道做的好事还是坏事, 更不知道他是在作孽, 还是在作圣。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愚痴之人。 听众朋友们, 在人间实际上有很多人真的是非常的愚昧无知, 他们所做的事情, 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, 他们所说的话,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造口业, 他们所有的行为, 他们都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在做大孽。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做的事情, 说的话和自己的意念都不知道在做什么, 你想想看, 这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学博者, 能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。 所以在公司里, 在单位里, 在工厂里, 不管是谁, 你只要去多说人家, 你只要去多对人家做不好的事情, 你只要多对人家在意念当中残害, 伤害人家, 实际上这个人已经不是正常人了。 所以在我们中国的文学当中, 有一句话叫丧心病狂, 说的就是说, 这个人攻击人家, 造谣诽谤, 污蔑人家, 已经到了丧心病狂, 也就是像重病一样, 像得了重病一样, 像这个人没有了心一样, 这个人就是狂, 疯狂的, 不是人所能控制住他自己的,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要得到注意的事情。 而同样在人间, 有些人思维很不好, 但是他的行为还没有去做, 就像我们说, 看见这个人很恨他, 你心里想着, 这人最好早点死掉, 但是呢, 你没有去残害他, 实际上这也是缺德, 这也是在作孽啊, 因为意念它也是有因果的, 今天你种下了这个善因, 在意念当中, 你会得到善果, 头上三尺有神灵啊, 所以当很多人拼命地做坏事的时候, 实际上他就是在跟自己的命运过不去, 你很好的命, 因为你经常的意念不好, 经常的语言不好, 经常的行为不好, 让你本该有很好命令的人, 得到的是如此可悲的下场,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, 要刻念做圣, 什么叫刻念做圣, 要克制自己的念头, 才能成为一个圣人, 我们的念头不能让他像狂风暴雨一样, 在身心当中垂打着自己, 我们要把自己的念头收回来, 我们要把自己的念头能够好好的, 把它扶植成正,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扶植成正果呀, 如果任由自己的思绪去乱飞乱扑乱打, 那你早点晚点, 就是人间所谓的精神病患者, 所以很多的经文当中就说到了, 你则佛积众生啊, 物质众生积佛呀, 也就是说, 如果你是个菩萨, 你是一个佛, 如果你迷惑了, 你就是和众生一样了, 如果你是一个开悟的众生, 你就是佛呀,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, 就是要开悟, 因为当你开悟的众生, 实际上你就是一个佛菩萨, 而很多佛菩萨吓到人间来救人, 因为他被人间的色和财和其他的所迷惑, 那他就是人为众生了。